好 轻松一下来看看为了考上理想的学校 不少考生会到庙里来祈求神明保佑 不过最近网络上这张照片 是由考生到了北港的朝天宫向妈祖来祈求 希望他可以考上国立大学的日间部 不过仔细一看 上头写错字了 国立大学写成了大写 有网友笑翻了 也有网友回应说 小写也不错 反正都是国立的 还有人问说26间要哪一间呢 另外有网友反问神明要答应他嘛 这一连串的报效回应引发了网络疯传 就是这张祈福卡 金色小卡上写着 考上国立大写日间 祈求者原本应该是要写国立大学 却写成了大写让网友笑翻 有网友回应 小写也不错啊 反正都是国立的 还有人说应该是阿嬷写的台湾国语啦 拜托让阿嬷顺利考上吧 也有人说26间要哪一间呢 因为26个英文字母大写 一连串报效回应引发疯传 破文哲忍不住要问神明 要答应他吗 这样神明能看有 应该是看有啦 神明会懂的 因为阿嬷可能跟他比较熟 所以可能爱哥叫他丁写 北抗朝天宫供奉妈祖 还有其他神明 其中文昌殿 店外墙壁上挂满欺负小卡 祈求者写下自己的心愿 希望神明保佑心想事成 记者实际到朝天宫秘密麻麻的欺负卡 欺负写措次引发疯传 不管是阿嬷代写或是考生自己写 恐怕都始料未及吧 但最重要的是神明看得懂就好 记者郭正义云林报道